各位要知道 现在有一个让俄罗斯 胆战心航的新闻出来了 刚刚看到不是包括印度 包括美国英国这国家 组成一个1万6千多个人 现在已经超过2万多人的 国际军团 乌克兰今天已经宣布了 这些人全部都给他们 授予他们乌克兰的国籍 所以从现在开始 他们都是乌克兰的人就对了 为什么说这些人 那么会让俄罗斯人胆战心寒 是因为其中有一位 在昨天3月8号妇女节那天 已经到了乌克兰了 他已经进到了基辅 他的名字叫瓦利 各位他是一个狙击手 为什么他特别 他创下人类有史以来 狙击最远的记录 你知道吗 在伊拉克的这个战场里面 他3540公尺用的狙击枪 是美国海报部队所使用的枪 如果你看过美国狙击手 这个电影就知道 他的有效射程只有2000公尺 他却在3540公尺的这个距离外 居高临下 打下去创下人类狙击时尚 最远的记录 我问你这款的加拿大的狙击手瓦利 他说他本来要替他一岁的儿子庆生 因为他的好朋友 我们怀疑他的好朋友 事实上很可能是观察手 为什么 狙击手的旁边要配一个很棒的观察手 所以很可能是他的观察手 已经在顿巴斯做人道救援的工作 呼喊他一起进来加入这个行列 拯救乌克兰人 他已经进去了 他已经到了 你想想看 如果他这位狙击手 我用狙击手多厉害啊 那么美国有一个狙击手叫查克 那么在这个所谓越战的过程中 一个人干掉了319个人 狙击手让你看完全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谁啊 我们台湾有一位 我认识跟他很好的名嘴 就是我们台湾部队里面的狙击手 狙击手很好很简单 美国狙击手电影看过 你就知道这边全部都是厚厚的一层剪 因为他要趴在地上观察一整天嘛 但是狙击手都进去了 就表示这场战争 比你想象中要来的难打 当然啦 这个一万六千多人 只是人 我相信里面有很多的特种兵 有很多的特种部队 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技巧 那本来已经弹尽圆绝了 说已经打完了标枪飞弹 跟赤震飞弹的基辅 在前几天已经运补进去 大量的标枪飞弹打坦克装甲车的 跟各式各样的M拐两的 这个所谓的火箭档火箭弹 那还有这个赤震飞弹都进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乌克兰不是孤军奋战 就一个人在那边打 不是的 全世界各国很多人在帮他 而现在进去这一万六千多个战士 他们也不是都不懂军事的路人甲 绝对不是 他们应该都是之前 那么在部队里面服役 不过 未免直接卷入跟俄罗斯的战争 所以直接背账撕掉就退伍了 你知道吗 很多在台湾的美国人也是这样 要不然的话我们新竹热森雷达的雷神公司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棒汉操体格将以后 这个胜工员工 对吧 那很多事情是不能讲的秘密 不过从这个地方就告诉各位 各位 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刚刚提到 波兰说要把米格29捐给 由美国统一在德国的空军基地 然后美国拒绝 是因为欧盟是第一个提出来 要把除了金钱援助之外 飞弹援助之外 要把战机援助给乌克兰的 当时秘密进行这个计划 美国也有进行这个计划 但是你不要忘记 前几天波兰政府直接出来 否决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的情况之下 美国已经把这个方向做了改变 而这个时候波兰从前跳出来讲说 要捐给他 还说在德国 你是不是让德国直接卷入这场战争吗 所以德国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天然气 因为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美国拒绝 但事实上现在最需要的乌克兰 最需要的并不是战机 现在最需要的可能是他的防空飞弹